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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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妳跟我這樣過 壓力太大 又是怎麼過 兩個孩子的媽 活兒媽 但請問一下 妳兩個小孩雖然小 有壓力嗎 小孩 小孩怎麼會有壓力 應該沒有吧 對啦 我們大家都認為 她吃喝玩樂對不對 對啊 無憂無慮啊 我告訴妳 小孩的壓力也很大 真的假的 有沒有聽過小孩子 會有憂鬱症的 沒聽過吧 還原形凸耶 對 想知道小孩的壓力 會造成哪些恐怖的病嗎 就讓我們一起跟著 快樂媽咪 張佩珊 醫藥記者 王瑞玲 小科醫師 黃松寧 以及心理師 邱詠麟 來關心一下孩子們的壓力吧 那個媽媽呢 她就一直覺得她的兒子 唯一的獨子 身材太過瘦小 然後她就每天逼著她吃飯 要吃掉成人的足足一碗飯 好 飯量要這麼大 她的女生她多大 才大概四歲的時候 四歲要吃一碗飯 她就開始吃成人一碗飯 欸 食量比妳大耶 可是更慘的在後頭 她的兒子怎麼樣做一些反應 從身體的本能做反應 就是花了兩三小時 很容易把飯菜統統吃完 然後她 很多的家長都認為 孩子唯一必須負責只有功課 你功課念不好 以後就能做 在這種公開場合 我們這樣問 大家一直都不謝 就是底下你再去問 亥地就會露出馬腳 根據這個兒父有沒有統計 就是說有 這麼高 對 我覺得她不快樂 讓她不快樂 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功課不好 這一定的嘛 因為四分之三 心情不好就是剩下那四分之 真的很好 小孩子啊 他其實也會有壓力的來源 很多父母覺得不可思議 結果小孩子怎麼可能呢 對 怎麼可能呢 但是真的會有 父母要注意啦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請教一下黃醫師喔 因為像我的小孩啊 很多人看到他就說 這個眉毛喔 怎麼都長到眉心了 他想很多 壓力很大 這支不是遺傳嗎 要看看你老公是不是這樣啊 我好像也是這樣 妳也是啊 對 但他才四歲而已 難道真的有壓力了嗎 黃醫師 很多人都想說小朋友就是 無憂無慮 每天只要吃喝快樂 睡覺就好啦 其實根據國內外各個地方的研究 都顯示小孩子是有壓力的 甚至從很小的幼兒 他就有他的壓力源 對 所以一般真的的壓力來源 會有哪一些 天啊 譬如說 來 我們這個導致兒童壓力的因素 有這四個 第一項是 擔心自己是否能達成他人的期望 簡單講 誰會期望你呢 就是爸爸媽媽跟老師 對 那其實現在的孩子 從很小就進到托兒所 或者是這個幼幼班 其實老師們都會有一些規範 因為他帶這麼多的小孩 他會希望這一群小孩 能夠照著一個規範來做 那如果你不配合 你壓力就完了 師長的那個壓力或規範 我覺得那是應該要給的 那叫做 但是爸爸媽媽給的壓力那不一樣啊 爸媽希望你以後可以接棒 以後你可以變成蔡依林 你看多大的壓力啊 以後可以變醫生 以後可以變律師 你看壓力多大啊 沒有視性的發展啊 這一點你們在對小孩 會有這樣無情的壓力 我自己是完全不會 可是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我就覺得那種壓力 在他們家庭當中 已經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針對吃飯這件事情 那個媽媽呢 她就一直覺得她的兒子 唯一的獨子 身材太過瘦小 然後她就每天逼著她吃飯 要吃掉成人的足足一碗飯 飯量要這麼大 她等於是她多大 才大概四歲的時候 四歲要吃一碗飯 她就開始要吃成人的一碗飯 吃量比你大耶 對 結果呢 導致什麼樣的問題 她就不肯吃 她當然吃不完 但是媽媽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給你營養 你才會長得比其他的人個頭大 或者是說跟一般人一樣 不要特別的瘦小 結果呢 每一餐飯 平均就要餵兩到三小時 哇這壓力好大喔 那媽媽就一邊碎碎唸 然後一邊說她的孩子不肯吃飯 但是她都還沒有自我反省 可是更慘的在後頭 她的兒子怎麼樣做一些反應 用身體的本能做反應 就是花了兩三小時 好不容易把飯菜通通吃完 然後把他透出來 讓你怎麼樣來收拾 幾乎每一天每一天這樣子的戰爭 都在他們家庭的餐桌上上演 不是 她的小孩有長得比人家還要瘦小嗎 稍微外形是真的是稍微瘦小一點點 但是 矮很多嗎 沒有矮很多 但如果以我來看 我覺得只要OK就好 並不會說整個外觀差異太大 我能夠接受 我絕對不會這樣過分的要求 可是你知道媽媽就是那種愛子心切 總是覺得希望孩子高人意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現在這個年紀 每次回去我爸那邊看他 我爸說 哎唷 昌明 到現在喔 每次看到我爸媽的心態都是 永遠孩子就瘦了 對 我說爸你沒有看到我這一圈嗎 對啊齁 對 就是這種心情 可是後來呢他有一天喔 我們就一直勸他說 你可不可以試著一段時間 強迫媽媽自己改變 不要再這樣逼他吃飯 果然媽媽就是吃飯的時候 他保持安靜 靜靜地看著他吃 如果沒有吃完也就沒有關係 把它收掉 對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大概有四個多月 我們再去看那個小孩 突然像吹氣球一樣 就恢復正常了 反而對不對 所以這個 不要用那種壓迫的方式 這個應該是 對 吃太多的沒用啊 你們還記得 我們之前在這個節目上 討論小孩吃飯嗎 這個就是典型的那個 第一種那個壓迫 就是家長自己覺得小孩長不大 對 其實他那個小孩是很正常的 對 我兒子也是瘦小到不行啊 就很瘦 我就覺得說 那瘦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不要到他30歲還在念他 是不是散 我不會常到覆轍啦 對 我的壓力真的很大 我還要把衣服先給爸爸看說 我真的胖了 累 好 第二個 第二個呢 就是叫成人是否贊同 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 其實小孩子 他心裡面想的主要領事 就是他心裡面覺得重要的是 1 2 3 4 5 跟你的1 2 3 4 5 是絕對是不一樣的 對 這時候你如果要用你的1 2 3 4 5 去強迫他接受 那他的人生就很痛苦了 對 比如孩子大部分會希望重視的是 什麼樣的事情 對啊 像我兒子 我覺得每天跳在洗澡 好像戰爭一樣 因為他覺得說 看電視比較重要 當然啊 或是吃東西比較重要 然後每次叫他洗澡 他說 不要 我不要 那麼死拖活拖都不肯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不被了解 洗澡好大的壓力 這種生活上的瑣事之外 有一些比較大的 像我們在好萊塢電影都會看到 比如說那個小朋友 有個足球賽啊 或是有一個什麼 像我們台灣比較常的消化教學啊 對 那他可能會有一個什麼表演 他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可是也許家長不這麼認為 就是一個小朋友 上去唱一首歌 這是什麼了不起呢 今天我有事 下次我再去陪你喔 就下次再下一次 再下一次 一輩子都沒有發生過 其實對孩子來講 他不斷不斷地被不了解 等到他長大了 他就跟你講 對 這個時候他就不再願意再跟你分享 他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像你剛剛所說的這個範圍啊 之前我們家發生過一次 女兒學校有類似這個小小的表演會 但我們怎麼辦 父母兩個人都在工作啊 很多這樣的喔 很多父母是 沒辦法 你要取捨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兩個沒辦法到 所以我說 女兒不好意思喔 爸爸媽媽真的沒辦法到 那你要加油喔 你會跟女兒講不好意思 會會 我說對不起 我會跟他講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到 但是你要加油 爸爸幫你加油喔 爸爸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心中默默祝福他 結果我們做了這麼多語言上的補強 我跟你講 他回來之後 他還是很失落 他有跟你講說 別的爸爸媽媽都有來 只有你沒有來 我說那你現場怎麼辦 你看忘了他的背影 好淒涼喔 不如前機掛帥 小孩好可憐 我就直接很坦白 跟我兒子講說 你如果工作不好以後 真的能不能到路邊賣口香口嗎 要怎麼可能像黃醫師跟邱醫師一樣 坐在這邊呢 唉唷 有差別了吧 沒有 我也是壓力沒了 對啊 把他們兩個抬出來講 我們就不能反駁了 他跟爸爸講說 爸爸我想要一台iPad 結果呢 爸爸呢 就瞞瞞看著他一句 然後就說了一句 就這樣 就這樣 我跟你講 他回來之後 他還是很失落 他有跟你講說 別的爸爸媽媽都有來 只有你們沒有來 我說那你現場怎麼辦 那 就只有我一個人啊 OK 你看忘了他的背影 好淒涼喔 朱智青喔 好不悔喔 對啊 就這樣你就聽好心酸喔 對啊 所以你在心理的層面怎麼辦呢 心理醫師 我們邱醫師 這個小孩子在意的這個事情 其實 其實不在乎你說一定要賺很多的錢 對 不在乎你要工作很滿 對不對 那不一樣的 其實在小孩的心理發展過程當中呢 這個秩序是他最後才發展的一個階段 他一開始都是欲望嘛 我認為什麼重要 對 例如說我們一個禮拜有七天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對他來講是沒什麼意義的 嗯 他今天想要做什麼 他今天想要帶玩具去學校 可是玩 學校的玩具分享日是星期四 他不管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這個規則呢 就是說 有時候要在可 許可的範圍之內呢 稍微的通融一下 好 例如說可以 雖然今天不是玩具分享人 但可以讓他帶個火柴和小汽車 放在口袋裡面 對 讓他稍微的滿足一下 對 我覺得他這樣子自己才會覺得說 我的需求我可以尊重 對 好 來 再來呢 第三個是 應該是所有台灣小孩的夢魘 嗯 就是這個 兒童本身的信心跟自尊低落 最常見證是成績不好 這很慘耶 因為一個班上只有前三名的人 自尊金很強 剩下的人在成績這方面 好像都拿不到自尊金 對 這是不太好的事情 對 那我們根據這個兒福聯盟統計 就是說有四分之三 這麼高 對 覺得不快樂 讓他不快樂 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功課不好 這一定的嘛 因為四分之三 心情不好 就是剩下那四分之一 功課很好 那內線人是前三名 對 我覺得其實這樣的統計 讓人很心酸 就是我們現在被成績掛出來之下 兒童因為成績的壓力非常大 就會造成很多身體上的反應 是不是很多的家長都認為 孩子唯一必須負責的只有功課 你功課念不好以後就沒用 在這種公開場合我們這樣問 私底下你再去問他一定就會露心罵腳 對啊 真的 我剛剛講說 我就直接很坦白跟我兒子講說 你如果功課不好以後 真的只能到路邊賣口香糖 真的啊 你直接這樣講 因為很現實 我說你功課好的話 你以後就靠腦袋去賺錢 有差別了吧 沒有 我也是壓力員 把他們兩個 對啊 把他們兩個抬出來講 我們就不能反駁了 突然罵了很多人 沒有 沒有 這個就是很表現很現實 因為有時候他說 那媽媽我可以做什麼 如果長大我沒有念書所以做什麼 我說那你就拿一個懷疑龍碗 在自己身上也是有錢 所以他很自律 但是他是不是很大的壓力 其實我很認同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年輕人在30歲以前 他所累積的財富 他所卡到這個社會的地位 或許是靠他的智力 或許是靠他的學業成績 沒有錯 這是30歲以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30歲是一個人生很重要的轉圜階段 對 30歲以後你所有的成就 你日後的發展 靠的是人脈 靠的是一個很好的社群的人際關係 沒錯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你能夠盡量培養他 當然就是盡你所能 可是成績不好 也不要過多的要求 我給我們小孩子的限制 就是說 在班上大概一半以上就OK了 一半以下 我們才要趕快各自滑水 積極努力 以前的年代不是嗎 以前年代因為都是比較說公務人員 老師 都是共通的其他事 這樣的工作是最好的鐵飯碗 所以他們自然認為說 因為要高普考啊 自然認為讀書是唯一的出路 對 所以來 黃醫師 我算是這個台灣 你是大家的壓力來源 身學主義下稍微算是 比較能夠說是 身學主義下比較上面那一層的 我必須坦承地跟各位講 我身邊的朋友 應該說同事 或是我們這些醫學院畢業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其實自尊心是非常低落的 雖然他頂著一個高學歷的光環 但是他的自尊心低落造成 他在職場上的工作也許還可以繼續 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他自尊心會低落 都念到這麼好的 人比人氣死人了 你知道有些爸媽是逼小孩 你沒有考到台大醫學院 你什麼醫學院我都不管你 你就只要進台大醫學院 你從考三年五年 你就考進去 哇 這樣子我的兒子是台大醫學院 你有沒有想過你進去 你是台大醫學院的最後一名 其實那種 你壓力很大 你可以形容一下 當初你這種被父母逼的預期 就是希望他符合他的步伐的那種同學們 他們當時過的心態好不好 我有大概有一兩個同學 到了大學六七年的時候就 就是他後來有變好了 但是那段時間他的精神狀況就不好 但是好在你父母親 沒有給你非常大的壓力 沒有 還好 好 所以邱醫師 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講 父母有時候給予太多的期許 孩子心態會偏差掉對不對 對 我先分享一個我最近看到的一個真實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我在坐捷運 然後我帶我兒子去動物園 然後在同一個車廂上 我就看到一個爸爸 看起來非常非常嚴肅 然後一個女兒大概高中的樣子 一路上呢我就看到這個女兒的肢體動作 就是很想跟爸爸講一些話 但是話到嘴邊又吞回去 終於呢快下車的時候 他跟爸爸講說 爸我想要一台iPad 結果呢爸爸呢就冷冷的看著他一句 然後就說了一句 拿成一彈來換 就這樣子 我就當然看那個女兒的神情 就眼睛就馬上低下去了 很默默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很可惜 他們父母的對話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 難道這個女兒沒有其他的專長 優點嗎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父母她的價值觀 是太過單一的話 其實 她的價值觀也可能非常單一 真的 對不對 像我分享一下 我高中成績沒有黃醫師好了 我是唸附中 附中 對 然後那個競爭的心態就來了 這兩個學校有四首喔 請問大學是唸哪裡 大學有台大幹掉他嗎 沒有 沒有 幹不掉 我要分享是說 價值觀的東西 因為我們附中其實有音樂班 有美術班 那有一年呢 就是全國的高中音樂比賽 鋼琴組 抱了門 第一名呢 是我們附中的 非音樂班的學生 一出來我們學校全校啊 音樂班老師都嚇死了 怎麼會握舞長龍呢 那好玩的是說 我們一直有跟這個同學有聯絡 當音樂 很多音樂班當時音樂班的同學 都轉行了 或者只當 這個 現在可能是教音樂 但是這個當時是普通班 但是音樂比賽 鋼琴組第一名的 他現在是獨奏家 嗯 所以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其實你不要太早幫孩子分類 對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孩子的未來 對 因為孩子的未來其實比你長嘛 對 你怎麼知道說 他選擇的道路 是錯的 你選擇才是對的 嗯 如果說小孩子啊 他在學校的課業啊 他可能考在很後面 後段班 比如說大家都考在95分以上 但你偏偏考一個80分 好70分 就很後面 你們會怎麼對小孩子教育 我就會認為那是我的不對 一定是我教他 沒有教得很認真 我花太少的時間 在輔導他的功課 我會先把這個責任 往自己身上攔一下 然後我會跟著他一起 你現在不是主播了 不要顧忌的形象了 沒有 這是真的 我就算是主播的時候 我每天也是下午一下班 就回家陪孩子 喔很棒 我可以很就是驕傲地說 我們沒有上過任何安親班 也沒有補過席 孩子我都去自己教 那如果小孩子比如說 就是考80幾分甚至更低 我就會花更多的時間 來陪伴他一起寫功課 就在先等他寫完 不幫他 就是說他寫到一半 你不要幫他解決問題喔 我會讓他全部都寫完 然後一次看 然後發現他的問題在哪裡 一提一提告訴他 那他們通常什麼時候 會激怒你 都不會嗎 我比較少真的 有羞為 動怒 就說真的是在 不理性的範圍之內 動怒 沒有 基督體講 好 小孩成績好重要 遇到這種情況 你怎麼辦 我先給各位一個情境 各位都當父母對不對 假設你的小孩今天考六顆 五顆90分以上 一顆40分 請問 你的Focus會在哪一顆 40分 大部分的人都會加強 那為什麼不是那五顆90分呢 因為我們希望他更好啊 有一次呢 他在路上看到 前面是他自己的女兒 第一男生這樣手勾手 還穿著制服喔 親眼看到喔 親眼看到喔 真的媽媽衝擊很大喔 我媽媽真的是嚇到 然後歇死皮皮 把高跟鞋 請你跟我這樣過 抽中鑽石更好過 快上Yahoo請問搜索 算爆啦 上網回答問題 週一至週四晚上八點 侯昌明 黃文華主持的是什麼節目 就有機會抽中限量的鑽石項鍊 這麼好的機會 你還等什麼 哇 這麼漂亮的項鍊我也要 要就自己上網抽啦 都不會嗎 都不會嗎 我比較少真的動怒 就說真的是在 不理性的範圍之內動怒 沒有 肌肚皮 然後甚至於就是說 我會讓我的孩子知道 如果我真的要處罰他 例如打手心或打屁股 我一定會在動手之前 告訴他原因 讓他能夠充分理解 然後小以大意之後 我才會做處罰的動作 OK 好 所以如果分數考菜叉的話 你會先責怪自己 不會責怪孩子 對 然後找出問題 下次進步就好了 這沒什麼啊 那瑞琳呢 你會怎麼做 像這一次他考試你知道 他平常他生物都考八十幾分 可他這次考三十二分 我當然會很緊張說 為什麼原因 但是我不會罵他說 你怎麼給我考這種爛成績 我一定先問他說 為什麼你落差外那麼大 平常都是八十幾分的人 怎麼會在 你是不是太緊張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要引誘出 他真正考壞的原因 所以他跟我講說 因為這一次考試去的話 都是希望我們以前 要用畫答案卡用2B 所以說他一開始先寫考卷 把考卷寫在旁邊 然後我也去對他的考卷 他考卷上寫鉗筆答案 都是正確的 原來他就是差那麼一格 就連縮反應 全錯 那這個完全不用責罵 不用責罵 對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你很棒沒有錯 只是你是失誤 可是小孩子是敏感的 對 他會知道你講的是真話 假如他就說 媽媽 你講的是真的嗎 我真的很棒嗎 三十二分 媽媽 我真的很棒嗎 我說 從你的答案卷 我知道你很棒 但是呢 你下次可以再細心一點 如果你把答案卡寫對了 你就會真的非常棒 其實他懂對不對 他會的 但是很多父母 他是看分數來決定 不行不行 那如果說 有時候真的是分數有點落差的話 我就會去 比如說數覺他要補習 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我就去問 先問補習班老師 是不是他在補習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狀況 他聽不懂 如果聽不懂的話 可不可以請他的位子 比如四周位的位子 我發現他前面原來是有個女生 然後從他手機簡訊發現到 他跟個女生聊得特別頻繁 那我就跟老師偷偷聯絡說 老師啊 麻煩你把他座位移到你 離你近一點好不好 離個女生遠一點 然後就用這種方式 然後跟我兒子 就他不曉得 就是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 知道我兒子就被拉開來了 然後成績也慢慢進步了 對 那其實媽媽有時候 要用一點小手段 而不直接去跟小孩子去對湊 他會反抗說 你憑什麼管我 對不對 現在不是時候 是妳的話 是妳的就是妳的 我常常跟她講 兩個媽咪的處理方式 好像都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很多父母可能想說 那我們家很多這種情況 他這個分數就是差到 他就不用心嘛 他就是不認真嘛 他不念嘛 好這種情況 父母該怎麼辦 好 我先給各位一個情境題 各位都當父母對不對 好 假使妳的小孩 今天考六科 五科九十分以上 一科四十分 請問 妳的Focus 會在哪一科 四十分 大部分的人都會加強 那為什麼不是那五科九十分呢 因為我們希望她更好啊 好 但是像我們 我們都成人啦 我們現在在成人 我們在社會上 我們是靠我們的優勢 在跟人家競爭 還是我們的弱勢 在跟人家競爭 所以應該是把優勢 在跟人家競爭 對 因為妳要把一個小孩子 從四十分 拉到六十分 他可能要一個禮拜 補習補兩天 但如果說妳告訴他說 欸 其實爸爸很喜歡妳 那五科九十分 那我們再去從妳的優勢當中 再去整合一個東西 欸 比如說欸 妳可能這個 跟藝術有關的 美術啦 或音樂妳都很強 那或許就可以 鼓勵孩子 往這邊去發展 對 我覺得有時候 當父母很容易 露出這個迷思 就是說我們希望小孩子的 五根手指頭一樣長 每一顆都很好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們要把眼光拉遠一點 以後這小孩子 是靠優勢再跟人家競爭 沒有啊 其實現在很多父母也 當然希望他五根手指頭 都很棒了 所以呢 都會讓他上很多的才藝班 那是怪物五根手指頭 補習班 學跳舞 學美術學 英文學 什麼都學啊 應該這樣嗎 這個不應該 這個會造成小孩子過早的 學習疲勞 對 因為小孩子 學習疲勞就是他不跑啦 他就累了 也是好像為別人而學 根本不是為自己 其實如果我們同意的話 其實一個人的學習 現在都叫終身學習了 對不對 你不是說博士班就不學了 你到公司還是要學 那終身學習就好像跑馬 跑馬拉松一樣 重要的不是你的速度 而是你的配速 要學習調整自己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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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下一集的時間據鎖定 請妳跟我這樣握 Bye Bye 啊 這個很短命 可以 不要吹我眉頭 到底要怎樣吹個好叫 明天晚上八點請妳跟我這樣過